大家好,我是维章发生生大学地理系的陈一琴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跟各位来分享 这个关于就是12年的一个超新研究计划的一个成果 那是主要是关于这个检疫图书模式的一个开发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开发这个模式呢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实是为了上课需要 那因为我像我在地理系服务 那我们系呢在学校里面算是文学院 所以我收到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文组的学生 但是呢我们地理系的教育呢 又希望可以教授学生除了人文知识之外 其实还有自然的知识 那自然知识中其实就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地形 那地形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往往看到这个台湾很特有 就是很常发生的土石油灾害 那我就想要让学生怎么去学习土石油这件事情呢 那我就想到说 就是我可以自己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土石油模式 让学生去学习那个土石油的知识 那进而呢 结合他们自己已经具备了一些人文光环的一些知识 然后进而去对一个区域 就是一个受灾区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那其实就是当初会开发这个模式的初衷 那后来也是有幸就是受到这个水保署的一些这个补助 那可以再做这个模式的精进 那看可会把这个模式就是做一些图形化界面的开发 让更多人可以更方便使用 那并且呢也设计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降进流的一些模式 看可会把这个模式纳入到我们这个土石油的模拟 让这个模式模拟的效果可以更好 好那我们在做土石油模式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当然是 模式就是把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加以简化 那所以我们就通常在做模式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土石油这个运动机制 它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 好那就这个是就是取之于当时水保署的一个网站 就是土石油是什么呢 它是指泥就希克力的泥 或比较粗一点的沙 或更大颗的一些石头或巨粒等等 它跟水产生混合之后 并且受到重力作用形成一个特殊的流体 那顺着泼面呢 从渠道往下从高往下去流动的一种自然现象 那这是所谓的土石油 那这个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关键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有土砂的来源 就是这个土砂来源可能是崩塌 或者可能过去一些像是开挖土方 废弃土方或者一些矿场的一些 所谓的废渣它们可以堆在那个地方之后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变成一个所谓的土石油来源 那再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水分 水分到底在这个扮演什么角色 可能有些一般人会误解 就是说土石油的流动是靠水去推动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水的角色呢 其实是把它跟土浪混合之后 形成很重要的一个流体 那形成这个流体之后呢 它就往推行受到最后的油在抖坡上面产生之后 顺着坡面往下去流动 所以其实造成土石油的流动现象 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重力 重力也就是坡度 它并不是有水带动 而是至于土石油本身的一个特殊的混合体 受到重力牵引作用下 往下移动的一个行为 好那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土石油的一个机制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一般来说我们在国际上或国内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学者 开发了很多其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土石油模式 那一般来说这些模式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大概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叫非牛顿流体 那就是指说我们的硬力跟硬变 它可能是一个非线性关系 那它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一般讲的土石油的一个运动机制 就是一个非牛顿流体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因为它的物理机制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模式在跑起来的时候 通常会需要比较多的一个运算资源 所以有时候会 比如说跑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集水区 可能甚至要一天或数个小时的时间 才可以把它模拟出来 那当然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软体 像Flow2D这应该是在业界蛮多人去使用的一个软体 那或像是台大刘可飞老师开发的W2D 或者RANCE这个模式 本来是模拟一个雪崩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拿来做图石油模拟也有 这是蛮多人在使用的一个模式 好那这个模式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对比较不适合我们用这个简易图石油模式 作为开发基础 所以我们的简易图石油模式 其实最主要是基于这个所谓的牛顿流体 那它的特性就是我们的硬力跟硬变 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它的物理机制 跟它的控制方程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好的 比较快速的去模拟这个图石油的现象 那比较著名的像是Hunt Model 它就是一个非纽顿流体的模式 那另外可能一些学者 他们会利用这所谓的颗粒流模式 那颗粒流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就把很多图石油 假设成一颗一颗的石头 然后相互碰撞 然后产生的运动 像是PFC3D 可能是一个比较著名的颗粒流模式 那我们就是在讲说模式的时候 当然最重要的是像是我右边放的 王健民公仔一样 就把一个公仔 公仔就是把一个人的特征 最重要的特征把它凸显化 凸显出来 像王健民就是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方的脸型 好 那我们图石油模式也是一样 把图石油最重要的机制加以凸显 那把其他的比较复杂的机制加以简化 那这也是我们在做 简易图石油开发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好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这个简易图石油模式 我就叫SDF Model 就是Simplified Debutful Model这个模式 那它最主要是基于 我是参考江苏浩老师 他在一个基于Hunt Model 所开发的一个模式 那他就是采用这个 所谓的Hunt Model 所作为一个简化的模式 那这个公式大概像这样 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流体的流量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跟重力 还有图石油的流声 那以及还有所谓的运动粘质系数 这些图石油是粘的还是比较稀的 那以及就有坡度这些因素 去加以模拟 那张苏浩老师他其实过去 已经有做出一些蛮不错的成果 那可以做出这个结合崩塌 到图石油一个多重模式的评估结果 那我就基于他这个所谓的Hunt Model 的一个基础 去开发我自己的这个简易图石油模式 好那这简易图石油模式呢 其实已经开发了大概应该也有六七年的一个时间 那他就是因为就是设置的条件很简单 那可以很快速的很短时间可以模拟出来 所以我们也把它挂在这个BigGrid上面 可以去做线上的一个词形 就是说假如有这个全线帐号的话 使用者可以在这个BigGrid上面 点选框选泥的一个图石油范围 然后去做一个模拟 好那不过呢 当然因为就是简化一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他会忽略一些水滚或土 就是泼面上的一些水跟土滚合的一些现象的变化 比如说当我们一个泼面上的涂沙的时候 它一定会随着降雨的历程 然后慢慢逐渐去增加它的一个含水量 那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图石油的一个 所谓的像体积浓度 然后进而去影响到它的一些力学参数 或者一些物理参数等等 那这个是我目前就是过去在简易图石油上面 是缺乏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过去的我们的SDF model 简易图石油模式 它其实是缺乏单机界面 那只有一个黑黑的让文族的学生看到会害怕的 这个黑黑的界面 那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操作界面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会去开发 尝试开发这个单机版的一个操作界面 让一般人可以更容易去使用这个图石油模式 好那这个图石油模式呢 其实我过去在教学的时候 就是在我的应用地形学这门课 就是有让学生去操作 那我就给他们一些课题 像是一些比较 这些土石油事件是有影响到冷的 然后他们去思考 在这样土石油的一个灾情状况下 他们怎么去做一些调试 比如说像是左边是 让他们去模拟1999年之后 一个2001年的 那个油水坑的土石油事件 引发了那个油水坑的 所谓南国国小的校舍被掩埋事后 的如何去签校的这个议题 或者是像是右边是大鸟村的这个事件 台东大鸟村的一个土石油灾害 然后灾害过后做了很多的这个防治工程 那请他们去评估这些防治工程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情况下 可以挡住这个土石油 那假如无法挡住 那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 规划跟避难呢 那我这边简单秀一下这个学生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简报 影片短短的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我就给他们这个主题 让他们去做这个模拟 先调到后面 那他们就会去做这个像是左边的 就是重现当时马克台风的这个土石油的事件 然后让他们去尝试去用不同的一个参数 去做模拟看看 再一起去做评估 所以目前呢 这个水保署已经在上面做了一些很多的工程 那这些工程呢 我就请他们再去做一次土石油模拟 这个模拟2009年 如果再重新发生一次的话 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土石油的淹没范围 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变化 好 这是给各位看一下 好 像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去做的一个模拟的结果 那发现其实很多的土砂 可以囚禁在这个所谓的一些 海红的一些缩红道上面 那并且呢 确实是有减少土石油的一些现象 但是还是有一些淹没 那请他们去规划一些可能的一些 防灾应变的一个措施 好 这给 大概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 就像这个就是 左边是没有工程的 右边是有工程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会发现 这个方法其实是蛮好的 可以去引导学生去了解 什么是土石油 那进而去做很多很多规划 那也可以让他们真正学习到 土石油是什么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途径 好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发这个 我们这个简易土石油的一个 单机版的一个界面 那另外呢 我们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 我们除了开发这个简单界面之外 我们会引入所谓的水纹路胜模式 去改进我们的SDF model 它对于我们在做 土砂的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的一个模拟 就像刚刚前面讲的 刚刚降雨下下来之后 我这个土石油的土砂 会随着我降雨进流 可以逐渐改变它的一个土壤的饱和程度 进而改变它的力学行为 那它力学行为改变之后 进而它影响它的土石油流动的一个范围 好 那我先介绍这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简易图石油模式的 一个开发界面 那其实目前已经有蛮多的平台 可以去模拟这个简易图石油模式 第一个就是在BigG上面 刚刚有介绍就是它的优点就是 直接在线上就可以执行 那不需要安装软体 那可以做这个动态的一个模拟展示 但是当然有些缺点就是 无法贿赂你自己制定的一个DEM 或者你自己的土砂资料可能比较 这样匡学的方法 无法就是比较精细的输入 所以假如当你要做比较精细的输入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单机版的SDF model 那这SDF model目前有两种版本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最原始的版本Original叫SDF-O 那第二个就是加入 降与进流模式的Water版 SDF-W这个模式 那它就可以有一些界面 可以帮助我们去输入 跟输出我们的一个模拟结果 那这个也是给简单展示一下 就是单机在BigG上面怎么去执行 其实很简单就是 只要有帐号的话 那这个地方开启地图辅助功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设定它的一个模拟范围 以及它的土砂料源的一些参数 然后最后就可以去做出 这样一个土石油的一个模拟结果 那这个模拟结果甚至可以做线上的展示 然后甚至可以做出3D的一个展示 那其实效果还蛮好的 那我最主要还是要讲说 今天要介绍就是我们开发的 这个单机版的SDF-Model 那我一般来说 我就把它分成在5个页前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处理DEM的时候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处理这个土砂编修 那再来就是设定我们模式参数 然后第四个就是去做我们的动态模拟展示 最后就是输出我们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模式呢 有一些好处就是向这个图去展示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在水保署的同能 在做一些工程规划的时候 可能都希望说知道说 我这个工程规划之后 究竟可不可以去阻挡我这个土石油的 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下游的聚落 那这个SDF-Model 其实提供一个很简易的方法 可以让就是使用者在这个DEM上面 做快速的编修 那以这个伪力来说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可以编修一个 10公尺的一个燃砂坝 然后进而去模拟它的一个防砂的效果 或者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挖一个洞 那类似去模拟一个沉砂坝的一个效果 去做模拟 那不过这边可能也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SDF-Model只是一个很简化的一个模式 那并且做一些编修呢 其实也是会忽略很多真实的 土石油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物理过程 所以呢这个模拟的话 就是建议就是仅供参考 真正要去做一个工程 对于我们的土石油的防灾效果的模拟 还是需要用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土石油模式 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说 假如你要做工程尺度的一个土石油模拟 你的DEM的解析度至少要两公尺以上 就是比两公尺要再更细 那并且呢可能要建议采用就是所谓的那个非牛顿流体 比较可以完整的考虑这个土石油的一个现象的一个模式 才可以比较好的完整出来 那我这个方法呢只是提供一个粗略的快速的一个大概一个结果 大概结果那之后真的要去做工程规划 还是要靠真实的就是那些比较精细的一个土石油模式去做模拟 好那这边我可能简单展示一下这个这个模式的一个效果 好那这个模式呢因为我是用MayLab去写 那假如你要安装的话就是要执行的话 之前先安装一个韩式库就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执行 好那因为我这个模式呢已经有内建了全台湾的20米的一个DEM的资料 好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地方来做模拟 好我看一下 好没关系有点卡住 好我找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找个南头 好比如说普利 这边是普利盆地 好那我们讲一下这边 这是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范围 再框大一点好了 类似这样这是我们研究范围 那我们就可以先根据这个方法 然后去采切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DEM给切出来 那这切出来DEM呢甚至可以储存出来 图存出我们一般常常使用的这个TIFF档 可以给GIS软体去使用 不好意思 好开错 好那假如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工程 比如说我们假如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边有河谷 那我们可能在这边设置一个所谓的防沙坝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绘图的这个功能 好先来试一下绘图 那我就可以快速点选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设一个防沙坝 好按右键 然后把这个范围框选出来 那我就可以设置我防沙坝的高度 那我假设是防沙坝 20米好了 20米的高度 好那我就可以在这个DEM上面 去增加一个20米高度的防沙坝 好这边就有一个稍微凸起来的一个防沙坝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这个地形高度高差还蛮大的 好盖带 那另外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沉沙池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沉沙池 好设置一个沉沙池 那沉沙池我可能下挖 可能挖10公尺 那我就是给它一个负10的一个参数 负10 好这样就挖出一个沉沙池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挖出一个 爱心形状的一个沉沙池 好这个是我们提供这个 可以编修这个DEM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呢 我们也是可以让使用者 去读取自己的土沙的资料 比如说你可能有个tift down 然后它是有个崩塌资料的话 就可以从这边去读取 那你也可以从手绘的方法去做绘制 比如说我这边绘制叫做这个边坡 有发生一个崩塌 那就是我们的土石油的料源 好那我们可以设定它的高度 比如10公尺高 那我们可以新增它的这个土沙料源 好在这边黑黑的一块 那就新增完成了 好这样我们就设置完了 这个崩塌的一个 这个最基本的 我们在做土石油模拟的最基本地形资料 跟我们的土沙的一个资料 好那回到简报 好那另外当然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这个还有设置一些这个参数 就是我们如何去模拟这个土石油参数 那进而可以动态展示 最后可以输出到我们的这个KNL的一个 的结果 然后到Google 20去做展示 好那我这边可能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SDF model的时候 很重要的观念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任何模式都是一个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输入的东西 其实是具有意义的 这个才是做土石油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在做这个SDF model的话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只有五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地形 好地形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些 它其实最主要是提供什么 地形的高度起伏 去影响到我们土石油的一个流动行为 那并且还提供坡度 坡度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土石油的一个流速的计算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输入我们的SDF model的时候 到底应该输入我们的DEM 还是输入我们的DSM呢 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看你一个情况 就是说假如你的上面有一些房子 房子到底要不要考虑它的高度呢 其实你就要看它会不会被土石油给冲毁 那假如是这种一般容易被冲毁 像铁皮屋啊砖造 可以把它射成DEM 那假如是钢筋混泥土 就射成是DES的那个格式 好那另外土砂料源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就是可以参考 就是农村水保署的这个大规模崩塌的一个 设置的一个建议的一个崩塌面积体积公式 那你只要知道你的崩塌面积 就可以得到崩塌体积 那你最后再把崩塌的体积 积出于面积就可以得到它的深度 就可以输到我们的这个SDF模型去做模拟 好那再来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所谓的运动粘质系数 那运动粘质系数其实一个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这个流体受到碱粒的时候 它流动的一个难易程度 那一般来说就像举例来说 像是我们的蜜蜂这种蜂蜜这种东西 就是比较高粘质性的 所以它不易流动 所以它的运动粘质系数就比较高 那假如是这种比较吸的水的话 它要运动粘质系数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低的系数去做模拟 所以它一般来说 在土石油的状况下 它是跟我们的材料的粒进是有关系的 那跟我们那时候大科或小科 那已经含水量是有关系的 那以及就是所谓的体积浓度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这个水土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是土石油里面 有多少是水有多少是沙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在做崩塌输入的时候 只有输入干土 那其实实际上的话 我们应该把这个所谓水土的一个混合效应 把它考虑进去 那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在做简易图这个模拟的时候 就是大概输入一个这个 Takayashi所建议的0.603 作为这个模拟的一个参数 去做模拟就可以了 好那另外演算时距的话 其实是影响到这个模式的一个 所谓的稳定度的一个问题 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说 就是你的DEL演算时距 就是说多久算一次 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说 移动距离 就是让它每次计算的时候 移动距离要小于半个网格 那假如你是用5米低验的话 因为我们土石油流速 假设是每秒20公尺的话 那我们设置的这个DELTA T 演算时距大概就0.1 小于0.1就可以达到一个蛮稳定的效果 好那这边我就直接展示这个 司机去做模拟 我们这边已经输入好地形 土砂料源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图子 有模拟 那我们这边有设置两种 Original跟Water的 那我这边就用Original就好了 那第一个我们的运动距离系数 我们建议大概就是 譬如说是假如是比较多历史 我们就设2 好那我们输出的路径呢 我们就叫Test03 好类似这样 然后我们的体积浓度0.603 Delta T0.1等等 然后多时我会输出一张图 好其实就这样子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按这个Simulation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模拟 这个图子有一个变化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图子也确实开始往下流动了 好那在流动过程中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Output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一下我们刚才输出是Test03的资料夹 好那它还在跑 不过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目前已经跑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5秒的结果 那我们想要把它输出 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输出为Kanel 好那就可以去做一个转换 好它输出把我们这个 这个第15秒的结果转成一个Kanel档 那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Test03资料夹 它会把所有的输出结果都存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就有个Kanel 我只要点两项 好我们就可以放大到我们刚才模拟的一个 第15秒的过程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子也有模拟 已经流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这样的功能就可以让就是使用者 在做这个快速模拟之后 快速的去做展示 大概知道这个图子究竟会不会影响到 下游的这个保全对象 会变成一个蛮方便的一个拱具 好那它再跑我就让它继续跑 好那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最简单的原始的 这个简易图子的模式 那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就想要说 那除了这个简单的应用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过去的一些 所有模式去做一些结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图子在流动的时候 它的参数会动态变化 那我们就知道 参数变动态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你的图跟砂的一个混合效果 就是不一样的 那形成的力学参数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这次增加了一个所谓的 降与静流模式 那我们也是有用这种Pixel的 一个一个网格2D的模式的降与静流模式 那从所谓的降与开始 你输入一个语量资料 然后可以去模拟说 像我们用Tank Model 你可以用Curve Lumber 就是我们的曲线法 或者两种混合的模式 那得到了我们一个网格的雨量之后 得到网格的雨量之后 再去做这个水 这个壁面的譬如漫地流 它怎么会去汇集 怎么去流动 那进而跟这个土砂 如何去产生混合 那这是我们这个后半单 做这个模式最主要的一个idea 那最主要关键就是我们假设 这所谓的土石油的体积浓度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形态 那两个运动形态 会影响到我们的降伏应力 跟我们的黏制系数这两个形态 那其实过去已经有些文献去做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就是当你体积浓度不同的时候 你的土石油形态会从 比如说落石 其实这就不算土石油 算崩塌的一个形态 到滑动 到非牛顿流体 到所谓的流动流体 就是所谓的高寒沙水的 这种不同的一个运动形态 那在这种体积浓度的变化过程中 它的降伏应力 跟我们的运动黏制系数 也会跟着一起去做改变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参数去做模拟 那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在模拟过程中 我们的所谓的降伏应力就会改变 那跟我们的减益力的比较 我也当我们这个土石油流过程中 减益力大于它的降伏应力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流动 那假如相反的话 它就会停止 产生那个停止的现象 好那我们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测试 就是说我们测试了三个研究区 那说看回模拟这个所谓的真实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高雄的一个新开底的一个案例做模拟 那这个案例呢 就是过去在末尔克台风的时候 上游有三个崩塌 那三个崩塌分别是ABC 那由大到小 最上游的最大 那我们去做模拟 所以时间的过程中 我们设置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降雨 那从地零个小时开始做模拟 我们发现做出来的模拟结果 就是水降雨越来越多相浮阴力 跟我们的运动粘质吸收 跟着一起慢慢慢慢下降 那最开始流动的一定是这个C的崩塌 原因就是它的体积最小 它受到并且又是位在比较下游的地方 所以它吸到了比较多的水之后 它产生体积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那导致它的相浮阴力也跟着一起下降 然后先产生流动 那在第二个流动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崩塌 最后最后流动是C这个崩塌 那就会发现小崩塌的吐沙 因为寒水量上升比较快 就先产生了启动 那大崩塌就是因为寒水量上升比较慢 就是比较慢启动 所以发现我们这个模式 确实可以稳和这个现象 好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去做测试 新开理的案例去做测试 比较我们的原始的 这个SDFO原始模式 跟我们SDFW这个模式去做比较 那白色的线是真实的 一个观测的一个吐沙影响范围 那发现确实黄色的效果 就是我们SDFW加入这个动态的 一个水纹模拟的效果 好像比我们红色的效果要更好 更接近这个图石油的一个 一个影响范围结果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可能要再做更多的案例做比较 因为其实毕竟参数输入的不一样 能完全这样去做项目比较 不过大家可以确实可以看出 SDFW确实是对我们这模式的一个 模拟效果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那另外我们也想测试一下 当然最重要这个就是 11.努弊台风的 玉碎溪的一个土石油事件 那原因就是为什么想要模拟呢 因为这个玉碎溪的事件 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这边上游产生 一个很大规模的崩塌 那崩完之后产生土石油 把明巴克鲁桥给冲毁 但是呢崩完之后呢 它在这个上游又留下了 一大片的一个 这个不安定屠杀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其实想要尝试看看 我们这个新的模式 有没有机会模拟这个 就是有土石油现象 同时又有一些屠杀 堆在这个上游的这个现象 好那这个是模拟的结果 那其实模拟结果 并没有成功的抓到这个现象 成功抓到这个现象 我们最后的模拟结果 可以看到这个大规模崩塌屠杀 最后最后还是流出去 去这个下游出口 那到这个玉碎系这个地方的 那个明巴库鲁桥的地方 然后形成这个冲击扇 好那我们可以放大来看 我们模拟的这个冲击扇呢 其实跟真实的一个冲击扇 反而其实是蛮接近 这个是观测结果 那上面呢分别是原始的SDF 然后动态的一个SDF model 那其实结果是蛮像的 但是仍然对这个上游这个现象 其实是没办法做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模拟 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 可是因为上游这个崩塌的土砂 它其实是部分的 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是两次崩塌 我们有一个猜测是可能两次崩塌 先崩一次 然后其中的一次呢产生土石油 再后另那一次呢 就是一个比较第二次崩塌 第二次崩塌可能就堆在这个地方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土砂堆了下来之后 可能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结果 下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土砂 上面可能是一个比较细的的涂砂 因为上面是下面是盐盘 上面可能是土壤或一些碎屑 所以它产生一个分层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对我们这种2D的模式来说 就比较难去模拟这个三维的一个变化现象 那同时模拟是模拟就是胡浩伦这个土石油事件 那模拟结果其实还不错 就可以发现其实原始的跟动态的模式的土石油模式 它的模拟效果都可以模拟出这个现象 但是呢就是它的时间会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动态土石油模式的好处就是 假设我们给一个真实的雨量 那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准确的去评估说 这个土石油大概可能会有什么时间会产生启动 那原始的SDF模式就比较简单 就是假设只要我这个土砂丢进去之后就开始移动 它就不会没有所谓的时间的这个资讯提供给我们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最后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开发这个SDF模式 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单机版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单机版界面就是提供给更多的使用者 希望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去做这个土石油的操作 或者像是假如可能各分数 他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工程设置的时候 他可以做一个快速的评估说 我这个设置工程的时候 大概可以减少一个多少的一个土方量等等一个效果 所以就是以就是让更多更多人 可以更方便的使用这个土石油模式为我的这个出发点 那另外呢在研究方面的话 就是当然想要让这个SDF模式 有更多的一个应用面向 更好的一个模拟精度 那我就是在尝试做这个水纹净流的一个结合 那这结合效果呢目前看起来的话 有确实让这个模拟的结果会变得比较好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需要特别说明 因为我这毕竟还是一个简易图示用模式 把很多很多复杂现象给简化的 那未来当然可以持续做精进就精进 当然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要花更多更多的运算资源去做这个模拟 那不过现在的电脑技术越来越快 什么平行预算啊等等的 或甚至现在用AI预测 可能都是一个未来我们去做结合这个SDF模式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好那以上说明谢谢